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几天 轰动全韩国的大骗局 真的 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整个内容实在是太长太长太长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重点部分 韩国前剑籍国家代表选手Namiani 今年8月在IG宣布了与丈夫离婚的消息 然后在两个月后的10月13号 Namiani透过一家杂志社的采访 宣布了将于比自己小15岁的富三代 陈琼琼再婚的消息 并公开了婚纱照片 根据当时的杂志采访 陈琼琼是在美国纽约大学 攻读马术的高材生 目前在韩国开设了一个 针对儿童的体能心理理疑学习中心 因为陈琼琼想要学习剑籍 所以先联络了Namiani 两个人就是这样认识的 此外在访谈中 陈琼琼也公开了自己是富三代 与Namiani相遇后 才第一次吃过雪橙汤饭 鸡爪 目前Namiani和女儿居住在陈琼琼的豪宅 然后也讲述了两个人未来的子女规划 也告知了自己已怀孕的消息 但是在这个访谈公开后 非常多网友们对陈琼琼的身份感到怀疑 通常不是已经在媒体露面的富二三代的话 一般都会低调举行婚礼 而不会接受采访 更不会自己公开自己是富二代 或者是现在正在做什么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等 这么详细的告知 况且陈琼琼还透露了自己是韩国PARADES集团会长的私生子 有个人司机 出门的时候会有保镖陪同等 听起来就非常 哇 的内容 是不是已经就觉得很奇怪了 总之 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留言 陈琼琼琼到中学为止 一直都是学跆拳道的 怎么突然变成马术了呢 她是女生 连名字都不换就冒充是男生吗 我跟她是同学 说什么富三代 哪面你怎么变这样了呢 赶紧离开吧 前几年才听说她要结婚 结果被解除婚约的消息 她从以前开始就很喜欢吹牛逼了 非常多这种公开实名后留下的评论 但是对此 哪面你在埃及发文表示 如果通过最近报道的内容 散播虚假或恶意信息 将会强烈的进行对应 拥护了未来的丈夫 而陈琼琼也发文表示 在答应接受采访后 就料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有声音上的原因会涉及到很多人 所以现在无法公开太多 在结婚前的12月底会公开所有疑惑的 而对我的酸言我也会强力对应 这么有自信 所以她真的是富三代 真的是男生吗 10月25号 滴社报道了 陈琼琼实际上是一名女性 不是富三代 而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诈骗犯 并公开了法院的判决书 根据公开的判决书 陈琼琼涉及到7项诈骗行为 2022年12月被判刑2年3个月 当时法院指出 陈琼琼欺骗了多名受害者 骗取了接近3亿韩元 大多数受害者都没有得到赔偿 之后也有网友发现了 陈琼琼在学生时期 曾在韩国职业广播节目中出现的片段 在影片中 陈琼琼以长发的女学生形象出现 此外 在2012年的一篇 关于韩国马术高中的报道中 也确认了陈琼琼的身份 因为对陈琼琼身份的质疑与举报 不断的出现 很多媒体也报道了 收到陈琼琼诈骗的受害者 和中学高中校友的证验 一位陈琼琼的同学对媒体表示 在同学之间 陈琼琼的谎言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大约在3到4年前的同学聚会上 陈琼琼说她自己已经接受了变性手术 变成了男性可以怀孕 朋友们当时都说 她又在撒谎 都不相信她 接着 在一个YouTube频道 也公开了与陈琼琼的通话录音 在录音中 陈琼琼提到了性别和过去的争议 她表示 虽然我知道应该要澄清或解释 但哪面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也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事情 继续解释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什么都不想说了 正当大家都关注陈琼琼的辩解时 10月25号上午 传出了陈琼琼 因涉嫌跟踪韩国极箭选手 哪面你而被逮捕的消息 经济成人警察分局表示 在哪面你告知陈琼琼分手后 陈琼琼在凌晨1点左右 前往哪面你的母亲家 多次敲门 闭案门链想要闯入 据了解 当天哪面你的家人们 前来陈琼琼的家 说服了哪面你将他带回家了 之后哪面你对媒体表示 陈琼琼已接受了变形手术 现在是个男性 我们在交往之前就知道这一事实 但他对怀孕一事表示 我完全被陈琼琼给骗了 我每次用陈琼琼给我的怀孕测试器进行检查 结果总是两条线 这一点很奇怪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陈琼琼给我的怀孕测试器都是假的 一开始宣布结婚的时候 陈琼琼向杂志社展示了一开头的身份证 在韩国男生生年月日后的号码是一开头 女生是二开头 但根据媒体报道 在警察逮捕琼琼琼并审核身份时发现 她的身份是以二开头的女性 目前虽然哪面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她之前在埃及上传过 从琼琼琼琼那边收到的 病例车辆 迪尔包包 Fendi衣服等照片 所以也有网友们认为 哪面你是爱才爱疯了 一点都不值得通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再怎么想要站在受害者的历程理解 但前后也太不合逻辑了 什么怀孕变形手术都充满了矛盾 然后就算真的做了变形手术 她能怀孕吗 应该就是给她买了很多贵的东西 所以自愿想要上当的 假装被骗 享受所有好处 说实话都已经知道是女生了 但她却享受了对方说 自己是夫三代后送的礼物花的钱 还在IG炫耀 现在说什么怀孕这种废话 八月离婚 十月再婚 为了跟前夫离婚 是做了多么可耻的事呢 又是外遇 想要换成有钱的男人 却遇到了骗子 女人 令人恶心 目前已曝光的诈骗额是属十亿 但由于诈欺犯罪的特性 受害者担心无法收回款项 所以他们通常延迟报案 损失额可能会更多的 透过骗来的钱假装设财阀 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诈欺 我觉得不管贤不贤惠 当人们感到心情脆弱时 如果有人极度关心照顾 也许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 所以我多少能够理解 有关陈冲九的诈骗行为 每天每天都出现新的证据 对于轰动全国的大骗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您的诈骗行为